其實我們香港城市大學數學系 在培育數學之優學生方面 在二十年前已經開始了 當時的目的 希望可以帶出一個訊息 其實數學是不只計算的 因為一般小學的數學 很著重很多所謂操練 計算很多的例題 我們的目的就是告訴數學之優學生 數學是可以很有趣的 所以當時的數學營設計了很多活動 如何利用數學去表現魔術 如何學會了這個討論有關的數學之中 就可以在下棋的時候 就可以捉到最好的步伐 所以當時這樣的活動 令到我們城市大學數學系 首次接觸到香港的數學之優學生 TAE Program 當我們積累了經驗之後 我們在2017年 就由我們香港城市大學的 Povo Office 與香港資優學院合作的課程 而課程設計的目的 希望可以利用STEM 舉個例子 例如我們數學之中 其中一個關於統計來說 就是有一個所謂叫做 Normal Approximation to Binomial Distribution 要學生學懂數學理論 然後用3D的程式 打印這個Gordon Board 甚麼Gordon Board 就是這個模型 這個Gordon Board 就是當我們利用這個 這個模型的時候 下面的所謂分佈 就會是一個近似的 所謂政態分佈 Normal Distribution 這就是我們大學教書的時候 一定教的其中一個理論 GEF就是一個叫Gift Education Fund 就是香港政府首次 在香港2019年成立 當時就有大概30個申請 我們城市大學就很幸運 有兩個是得到 所謂第一屆的Gift Education Fund 我們這個計程是其中一個 前半部就集中在Math at STEM的訓練 即是要學識數學理論 完成這個所謂STEM的過程之後 就選了8個 特別是數學有天分的學生 每一個就要有一個所謂 獨立的研究的題目 然後由我們的導師 即是大學講師的導師 加一些研究生 去帶他們做一些獨立的研究 累了這20年的經驗 我們很希望在將來 能夠更加可以發掘 以及培育更多 香港數學之優的學生